我跟幾個立法委員 我們有召開一個 如何加強公共建設的抗災 以及如何透過所謂的保險 災害的一個機制 去強化我們的財政力 我那天其實是 去做了那樣的一個邀請部會 跟一些學者專家 我們正好在當天 是在台北做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跟線上論壇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明白魯橋 其實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是針對三天的降雨量 是800毫米 可是偏偏沒有想到 當時的狀況就是兩天 就已經累積達到1000毫米 所以它根本就是 本來就是承受不住 那另外其實我在8月12號 我在隔天就是謝一貞代表 那個事件之後 我隔天8月12號 我有到現場的前進指揮所 就是那個後來第二天隔天 被整個大水就蓋掉的 那個帳篷的那個前進指揮所 我在那個地方特別透過 我們的消防隊跟我們當時的國軍 他們監控的那個畫面 我其實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那個拍攝下來的畫面 那個真的是兩分鐘 非常的快速 就沒有下雨 然後上面就是那個玉碎溪 那個整個土石流 就是在那個短短的一兩分鐘 就是整個面這樣子 有一點像海嘯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突然就湧過來 所以真的現在的這種 氣候異常的一個狀況 也在8月22號 蘇貞昌院長跟陳其邁市長 以及部會來到那個地方 去做一個勘災的時候 院長也有特別提到 他聽了整個簡報之後 他說未來我們的整個公共工程 真的我們要重新的去思考 我們的公共建設的一個 抗災的能力 因為真的 現在的一個氣候變遷異常 已經不是我們過去的 工程的這些理論 可以去應付的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 也是我們很多立法的單位 因為我其實對於這個淤沙 我也是想說要立法 因為我們每次去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們怎麼去處理這些土石 如果我們的法沒有去修的話 它永遠都只是放在旁邊 其實下一次的大好雨來 土石流來 其實反而是釀災最嚴重的 這樣的一個因素 是